如果没有朱元璋还会有汉文化吗 大概率会被改变 这不是乌言耸听 也不是我故弄玄虚 这样一位伟大的华夏再造者 我们每一位炎黄子孙 都应该详细的去了解下 这位当过和尚念过经 晃过乞丐讨过饭的贫民帝王 是如何网狂了一句道 扶大厦之将亲 1968年周运初四 朱元璋在南京称帝 国号大名年号火舞 朱元璋没有向刘邦养秀兰生息 安居长城之内 更没有向塞外湖族赠予财婆 以宗寺女和亲 他重整衣冠收拾河山 不仅光复了远离怀抱 长达200年之余的中原大帝 400年之余的燕云十六州 600年之余的河西走廊 还进一步取东北战青海 收西藏追往主委 将原庭赶回塞北说墨 把称霸亚洲百年的谋原帝国 打回原形 把他们重新变成一群游牧部落 朱元璋北伐夺回了燕云十六州 我们都知道 这一地区是中原王朝性命攸关的战略要地 燕云十六州是大宋三百年的遗憾 无数华侠英雄豪杰毕生的梦想 其中就有临死前还在高呼沙子的心气急 含冤而死岳飞 悲情世人陆游等等 就光收复燕云十六州这一件功劳 就足以使朱元璋名垂千古 多少人期盼的那句 王师北定中原是家计无望告乃翁 在他手里实现了 自晚唐以来 400多年的阴霾 自此一扫而去 朱元璋的北伐是中国古代历史上北伐唯成功的一次 他不仅仅是内战 更是驱除达鲁光复中华的光辉伟业 从唐朝末年契丹入入中原 一直到元朝灭亡 这段时间 中原地区先后经历了契丹女真蒙古三大一族统治 时间足足长达461年 元朝把汉族分成北方的汉人和南方的男人 两部分区别对待 北方汉人和南方汉人在身份认同上产生了严重割裂 长此以往汉族将被割裂成两个民族 此时住院地区汉人胡话的现象非常严重 原来讲究身体发肤受之父母的祖宗遗训 早已荡然无存 男人全部把头顶中间头发剃掉 只留下两部垂柳作为小辫子 而女人的穿着则完全跟女真妇女比无而至 汉服的右认服装也改成了胡服的左认服装 就是衣服的前肩向左侧开 甚至就连留秀妙中的留秀塑像也是左认胡服 而岳飞的孙子岳科后来在北伐清国 深入腹地时 建造的孔子塑像都是胡服打扮 可以说长达400年的胡话 早已让中原地区融入了异族的文化 此时的华夏大帝 急需一个英雄豪杰 有足够强的军事能力快速统一华夏 有足够高的儒家文化认知能力 尽快推行重塑汉文化的强制政策 还需要足够强的政治能力制定统治框架 可以让这个王朝能够坚持足够长的时间 夯实和发展 已经出现变形的汉文化 天佑华夏上天送来一个朱远璋 也许还一定会记得 秦时明月汉时观 万里长征人未还 醉卧沙场君莫笑 鼓来征战几人回 醉里挑灯看见 梦回吹脚连营 这样醉人的诗句 而以上的情况之所以没有发生 全是因为13世纪 华夏出了一个朱远璋 朱远璋对于汉文化的塞道职工 仅次于秦华汉武 朱远璋在最合适的时机出现了 他以雷霆之势迅速完成了历史使命 他对于汉文化的挽救 具有不可磨灭的历史贡献 这就是朱远璋对于我们民族 最大的历史功绩 远超他生前辉煌的文质武功 如果说秦始皇室开天辟地 那么朱远璋就是存亡即决 得云 咯 得云